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频道 我现在呢 想跟您交流一下 分享一下 我怎么吃芒果 这是一个芒果 首先呢我想要说呀 什么样的芒果好吃 然后我吃了这些年的芒果呢 我就总结出来 那种大的那个芒果不好吃 这种小的芒果很好吃 小芒果好吃 黄的小的芒果好吃 那种绿的红的什么的 那个大的芒果不好吃 那个呢是人家那个热带的人 他们都拿来炒菜 那个大的芒果 这个小的 然后你买的时候呢 如果是它是黄的 然后软了 你就可以拿回来吃 如果你买的时候呢 它还没有完全黄 还有点硬 或者发绿的 你回来稍微放一放 然后它黄了 就好吃了 就很好吃 这个芒果呢 有几种吃法 我原来那会儿呢 就是那个包皮 就给它切一下 然后那个皮 就把皮切下来 削下来 切下来吃 后来呢 有时候把它给它揉一揉 揉一揉 然后给切开一点那个皮 然后就往下包 就很好包 但那样吃呢 你就是拿手拿着 就很那个 很messy 就很那个 很乐 很怎么样 不知道怎么说 挺脏的 很脏的 那样不好 然后呢 我就是 后来呢 我就知道 那个可以 那样的 也试一下 就是呢 这个切 有时候你的刀 要是不快的话呢 切这种皮呢 它老是切不动 是滚 然后就拿这个刀尖 给它划一下 然后呢 再沿着这个口 切下去 这样 就是越贴近它的糊子 越好 给它立起来 越贴近糊子 就越好 然后 这样 切下来 一半 这样一半 然后呢 另外一半 也一样 然后不好切 拿刀尖 划一下 然后呢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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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 中间的这个糊子 这个部分呢 这个皮 这个皮呢 可以这样 你就拿这个刀尖 沿着它 越贴近 这个皮 这个地方 越好 反正就沿着这个皮 然后呢 就这样 给它 顺着它 顺着这皮走 顺着皮 一圈 然后这皮就拿下来了 拿下来一个皮 这个皮就不要了 然后这个糊子呢 那你就得上手了 拿一手啃 但是呢 你要是就这样 啃的话呢 不太好啃 然后呢 你可以 就跟那个 做鱼 打花刀似的 给它打一打 就给它切一切 就给它 刀 给它切一切 然后你这样 啃起来呢 比较容易一点 然后翻过来 也是 就是沿着那个边 就给它切一切 好 这是这个糊 这个糊 我就不演示 我啃 啃 那个又难看 然后又搞得那个 满嘴 满嘴满脸都湿 最后再啃这个 然后呢 就是这 这一半 然后呢 我就学了一个 那个就是你打 也是打花刀 打这个十四刀 打十四刀 在中间 你别给它切透了 别切到 不知道那皮都那个 打完那个花刀 十四刀以后呢 然后给它翻过来 这样一翻过来 翻过来这样吃 然后就那个 就容易一些 这还 这还是我在那个 我们当地的那个 flyer上面 flyer上面的 那个照片是这样的 然后 哎 像它是这样的 然后这样容易 然后呢 我回家呢 今年过年我回家 我给我妈介绍 我说哎 吃芒果是这么吃的 然后我妈说 你何必那么麻烦呢 然后我妈说 你何必那么麻烦呢 你切了干嘛呀 然后你这一半 你就拿个勺 你这样 快着吃呗 跟吃那个 什么西瓜似的 有时候 那个 有时候 有时候我们吃西瓜 就是那个 你在家里面 反正也没有客人 然后你就切开 切一切两半 然后呢 我爸跟我妈就那样 一切两半 一人抱着一半 吃不了的 封起来 放在冰箱里 我跟我老公 也是那样的 一切两半 一人一半 吃不了放在冰箱里面 就晚上吃 就那样的 我妈说 你吃芒果一样啊 吃西瓜一样啊 你这样吃不就完了吗 确实是 好 就给您 关于吃芒果呢 就给您 那个介绍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感谢您的收看